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会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Sodice 旗下的采购配套平台当中 个硬箱的主要操作 整体上来说是分为三大版块的 首先是新建产品和维护产品资料 第二就是产品的发布和维护 第三是订单的处理和发布 接下来我会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每一个部分所包含的一些操作的内容 首先是新建产品的一个功能 供应商在这个采购配套平台上 如何可以快速进行新建呢? 供应商的用户只需要输入产品分类等简单的信息 我们的系统就可以自动提示需要停车的项目 你就不需要花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 去搜集eBay的政策和要求 你就可以轻松步入全球零售新市场 当然如果你的产品比较多 都可以利用Excel表格 来做批量上载产品资料的一个过程 就可以做到一个快速铺货的一个效果 第二就是产品的发布和维护 当供应商建立了产品资料之后 就可以做单条的产品发布 或者批量的产品发布 这些产品就可以去到一个卖家可见的一个市场 供应商也都可以是以发布的产品列表里面 查看最新的状态 同一时间 卖家就可以在商城里面 揀选产品 当供应商发布了产品之后 亦都可以方便地搜寻、检视和修改复权 第三就是订单的处理和发货 当卖家内了单付款之后 供应商就可以确认付款 就可以开始处理订单了 处理订单的这个过程 是使用SoDIS本身自带的订管仪这个系统去做 你就可以批量做发货和批量申请物楼订单最终号 你就可以这样轻松完成整个流程 如果对我们的平台有兴趣的供应商朋友 欢迎你们随时联络我们 多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视频 拜拜